大家好朋友,我是纳吉 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 在互联网还为普及的上世纪就曾预言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够成名15分钟 而此时此刻正是沃霍尔预言中的未来 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 这是一个全民都有机会成名的时代 但成名的途径有红有黑 出名之后又怎样面对大量的关注 都是对人心的考验 今天故事中的人是红黑都战的典型 一位旧人迅速火爆网络 成为那个时期的顶流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出现了大反转 它并不见得是正义的化身 却真的是一个狂躁又冷血的杀人犯 2013年的2月1日下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 在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 发生了一些交通造势 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横冲直撞 追尾一辆工程车之后才停下来 但夹在两车之间 有一名正在现场作业的工人被撞伤 周围路人惊吓至于马上准备参与救援 试图上前帮助伤者 可肇事轿车的司机 54岁的杰特却突然对路人大声吼叫 说黑人都该死 期间用的是恩打头的骑士语言 随后跳到车外 开始攻击其中一名路人 杰特身材魁梧 身高1米93 体重超过130公斤 下车后随机抓住了一名女士 并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就在千军一发时刻 从杰特轿车的副驾驶位置 又出来一名瘦弱的年轻男子 头上包着头巾 形象有些邋遢 而且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 他直接冲向杰特 挥起斧头 照杰特的脑袋就招呼了起来 一共卡了三下 前两下用斧背 但感觉伤害有待提高 第三下调转斧头 用斧刃披向杰特 才把他制服 遭受猛烈进战输出的杰特受伤倒地 瘦弱的背包男子一直留在原地 带警方赶来控制了现场 在对路人学问和现场调查之后 警方逮捕了杰特 并没有对背包男采取任何措施 他也接受了赶到现场媒体的采访 并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自己 是如何保护路人免遭坏人袭击 那女人在危险 他在那时就像是杀了别人 他在那里 他会被打死了 我以为他用他手上 他就找一人 他抓住他 一人的一人 他在那边 他用一人去抹路人的尻尾 像一人的手 我跟他人家 背面的肘子 他转到他转发 吓人 这名叫凯的青年来自加拿大埃德蒙顿 是一名在外漂泊多年的背包客 穿越国境来到美国 事发当天上午 他在路上搭乘了捷特的顺风车 但在开车途中 捷特却告诉凯 说他曾经侵犯过一个未成年女孩 不过他没有任何悔意 反而声称自己是上帝 做什么都不会受到惩罚 还说了很多宣扬仇恨的话题 之后就突然把车撞向了一处施工地点的黑人 就出现了开头所看到的情况 接受采访之后凯就离开了现场 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没想到后来这段采访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也因此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第一个采访到凯的媒体把片段上传到了YouTube之后 很快就收获了超过40万的点击量 每天数据暴涨 截至今天这个采访的点击量已经超过800万 它具备了所有能活的元素 一个突发事件 正面的形象 极具辨识度的装扮 有内涵又昏脱的性格 虽然有点虎个早打 但是问题不大 从那一刻开始凯就登上了热门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都被这个装扮个性 发型狂野勇敢的年轻人所吸引 心怀正义 又带些天然呆萌气质的男青年 没有真正的名字 又身份神秘的背包客 像一个来无影 去无踪的超级英雄 一夜之间成了所有人心目中的平民偶像 他在采访中说的那些励志语录 也被人们当作经典名言 尤其smash三连令人印象深刻 这三连更是成为了当时的爆款网络流行语 也带动了网络的二次创作 鬼束视频电音说唱 只要戴上凯的标签 就能收获巨大的流量 类似病毒式的传播 让凯成为了无数人都想接近的流量明星 而他就像个谜一样 没有固定的住所 不知身在何处 人们对他的好奇心越来越重 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杰斯布 也就是采访内容的发布者 他的邮箱都被塞爆了 杰斯布通过各种努力 终于在斯托克顿找到了凯 这次采访中人们再次发现了凯的一些特点 感觉他很有能量 说话很随性 没有固定的话题 没人知道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或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多年流浪让他可以模仿很多方言和口音 还原创了很多歌曲 弹起吉他 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这次采访再次播出以后 直接让他红到发紫 关于他的搜索和浏览量 多到无法预估 杰斯布告诉凯 因为上次的采访你已经出名了 超过13个周的娱乐节目 制片人都想邀请你参演 甚至都已经发来了报价 这里面包括吉米卡木尔的脱口秀 与卡戴山姐妹同行 也想给他开一期独立的节目 这都是最顶收视率最爆炸的综艺节目 娱乐公司还向他发出过录制唱片的邀约 贾斯丁比博也托人发来消息 希望有机会和凯聊一聊 各种采访 合作和网红博主的邀约 更是多到数不清 杰斯布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他告诉凯 这意味着你能通过这一波 去赚足这一生所需要的所有钱 名利双收的绝好机会 但凯听到这些以后 只说自己更想去旧金山抽大麻 似乎对这些成名的机会并不在意 杰斯布极力劝说 他终于同意在吉米的脱口秀上露一面 凯没有身份证 就没有办法达成公共交通 节目组派人驾车800公里去接 他在合同上随便画了一些抽象的图案 代表签署了这份协议 他被带到洛杉矶 刚下车在星光大道 就被路人一眼认出 所有人都冲他喊着smash 而就在这时候 凯却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裤子 在星光大道对着一个明星的名字 截起手来 让同行的人都感到很尴尬 马上带他入住了著名的罗斯福酒店 进屋之后凯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喝光了一瓶威士忌 然后在房间里各种放飞自我 又因为在酒店大堂玩滑板 被安保驱赶 禁止再次进入 凯的情绪很激动 在酒店门前直接从身上掏出一把刀 猛的扎向地面 在外人看来是有些恐怖 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人的双面性 一面是无忧无虑 不受束缚的背包客 另一面则是不受规则控制 无法预知行为的冲动青年 还有些不稳定的危险因素在身上 2013年2月11日 开爆火10天后 也是参加吉米·卡姆尔脱口秀的日期 他被带到了演播室 和主持人吉米还没见面 就先送上了自己的礼物 朝节目宣传横幅上开始截手 还和现场的安保起了冲突 所有人的心都悬着 非常害怕这个货在直播中失控 搞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而且他的这个形象也很邋遢 主持人吉米·卡姆尔西装革履 为配合节目的背景和内容 开播前必须对形象稍微改造一下 节目开始以后 主持人吉米用丰富的经验 掌控了整个直播的节奏 顺利完成了这次演出 凯又参加了另一个影评类的节目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 他完全无法专注于任何事情 甚至两分播中的预告片 都没有办法看下去 参加完演出以后 凯再次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出席了杰特的庭审 承认了两人在车上吸食过大麻 这在加州部分地区是合法的 陪损团认为 杰特犯罪时精神错乱 精神鉴定结果也认定他需要治疗 于是把他送到专门关押 精神病罪犯的机构 监禁了九年 凯继续去流浪 去冲浪 去喝酒 和别人一起唱歌 被人邀请到家里做客 仿佛全世界都在欢迎他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所有人都把偶遇的合照发到网上 都会收到大量的关注 真正成为了顶流 凯也注册了自己的账号 ID用的是自己的全名 凯勒·劳伦斯 偶尔会在上面发布一些心情 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吸引眼球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资讯在不断更新 没有什么能够一直受人瞩目 凯也从巅峰的人气逐渐回落 热度减退 生活还是回归了成名前的模式 除了用上手机和在右脸做了纹身之外 并没有什么改变 可很快他就以另一种 不可思议的方式 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天突然在美国媒体的新闻头版 竟然出现了关于凯的通缉令 他涉嫌杀害一名律师 消息一出 所有人倍感震惊 一个内心充满正义和自由的英雄 怎么就成为了杀人犯呢 73岁的约瑟夫是一名律师 生活在新泽西的克拉克 2021年5月13日星期一 同事们发现他没有出现在工作地 约瑟夫的邻居得知以后来到他家门口 多次敲门没人应答后 因为担心约瑟夫的健康状况 就选择了报警 赶到现场的警员进入房子后发现 约瑟夫已经死亡 面朝下趴在卧室的地板上 身上只穿了内裤和袜子 上身多处骨折 地毯上有很多血迹 也有试图被擦拭的痕迹 这显然是一起谋杀案 警方搜查了现场 死者约瑟夫一直是独居 房子里面非常整洁有序 没有闯入的迹象 房间也没有被翻动过 凶手应该是约瑟夫请进家里的 警方注意到房间内的一张字条 写着电话号码 标注凯勒·劳伦斯 警员一搜索 竟然就是几个月前 在网络爆火的背包客凯 他们还在另一个房间里 找到一张捷运的电车票 日期是约瑟夫被发现死亡的 前一天上午 根据车票的信息 去调取车站的监控 确认约瑟夫在购票机买了车票 然后交给了另一个人 这个形象特征就再明显不过了 于是警方展开追捕并发布通缉令 作为一个从加州横穿美国 到达新泽西的游荡分子 他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警方提醒每个人提高警惕 在2013年5月14日 被通缉的凯在网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某天你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醒来 脑袋昏昏沉沉 嘴里一股怪味 于是你走到一个镜子面前 看到脸颊旁边和嘴边流下液体 你开始干呕 意识到有人给你下药 性侵了你 你会怎么做 似乎在暗示案件背后的真相 三天后 凯的女粉丝在费城发布了一张两人的合影 可以发现他为了改变形象 已经剪短了头发 之后又有人报警 在费城的一间咖啡厅 看到他出现 警方迅速锁定位置 并在费城的一个车站 将凯逮捕 这时候距离他的爆火仅过去了三个月 从救人性命的英雄青年变成涉嫌谋杀的嫌疑人 他在审讯中告诉警察自己完全是出于自卫 事发的两天前 5月11日周六下午 凯在纽约时代广场偶遇到了约瑟夫 他们聊了一会儿 约瑟夫得知他正在迷茫无处可去 就邀请他到自己在克拉克的家里住一天 根据凯的回忆 他在约瑟夫家喝了啤酒 之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感觉嘴里有奇怪的味道 并有些不适 认为是约瑟夫侵犯了他 但当时并没有选择去对峙 这天上午约瑟夫还给他买了车票 去阿斯伯里见朋友 结果他到了以后 发现朋友给他放了鸽子 联系不上 这时候凯重新联系了约瑟夫 让约瑟夫又收留了自己一晚 两人又喝啤酒 然后睡着 结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却看见约瑟夫正在脱自己的裤子 那一刻他终于爆发 开始暴力反击 用手或者是膝盖 打了约瑟夫几下 然后马上逃跑 但并不知道约瑟夫死了 然而凯的这番说辞 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尸检报告显示 他的行为非常残暴 死者的头部遭到踩踏 眼球爆裂 耳朵脱落 四根肋骨骨折 面部、颈部、胸部以及手臂 有多处遭受严重伤害 这些持续的动作 就已经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2013年6月3日 凯在新泽西州被指控一级谋杀罪 但等待审判的几年时间 大多人一时无法接受他会杀人 甚至有人提议帮他凑保时金 或又发起了捐款聘请律师 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也开始回归理性 他的单方面说辞无法验证 别人无法确定当时发生了什么 一个70多岁在业内被人敬仰的律师 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的一面 这都要打一个问号 审判于6年后的2019年4月 在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进行 凯在法庭上重复了自己的供词 强调是出于自卫而反击 他的律师对警方调查提出质疑 指控警方没有对现场的酒杯进行 药物残留检测 或对约瑟夫的体液进行DNA检测 在整个过程中凯多次打断庭审的进行 抗议说庭审的过程是不公正虚假的 最终经过两天的审议 陪审团没有采纳正当防备的说法 已知裁定凯犯有一级谋杀罪 2019年5月30日 凯勒·劳伦斯被判处57年监禁 42年内不得报示 法官在宣判时说 陪审团看到了他自由精神背后的一面 狡猾、虚伪、善于操控人心 一个充满暴怒的火药桶 一个精打细算、冷血无情的杀手 凯不满判决结果 在法庭发飙提起上诉 目前凯被关押在新泽西州立监狱 还通过众筹网站为自己筹集诉讼基金 2021年8月 新泽西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 但上诉还在继续 也有律师愿意无偿帮助他去推翻定罪和判决 短短三个月英雄变成了罪犯 其实早在他爆火的时候就能看出他的心理 是有问题的 在第二次采访的时候 他和杰斯布回忆过发生在身上那些可怕的事情 说小时候被人关在笼子里 漂泊的时候曾遭遇别人的信心 但他还夹杂其中一些很夸张的因素 很难让人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所以这些就并没有被播出 母亲节的时候 凯在社交账号发布过令人感到疑惑的贴文 最初的记忆 我在摇篮里被家人照顾 但总有人说我身体里有恶魔 于是我每天被锁在家里20个小时 嘴里会被塞满辣椒和肥皂 因为我愤怒的骂了你 落款母亲节快乐 似乎他过去的生活环境对他影响很大 事后凯的家人和朋友都接受了采访 帮大家填补了他的身世和背景之谜 凯的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离开家里 在外面组建了新的家庭 再也没有见过面 而母亲总是把他锁在屋里 家里挂着密不透光的黑窗帘 每次凯只能听到外面传来 其他小朋友的闻闹声 却无法加入 母亲辩解说是因为他太淘气 不放心他独自外出 怕受伤或惹麻烦 但这让凯的内心滋生了怨恨 却没有发泄的渠道 性格也变得越来越乖张 医院也没有诊断出是什么问题 12岁那年他在家纵火 想把房子烧掉 母亲感觉无法和他相处 就把他送进了问题少年收容所 或许从那时起凯就已经认定 自己是被抛弃的人 所以最初接受采访时 他说我没有幸 我一无所有 儿时的朋友也回忆 他应该是存在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一些小事就会让他情绪失控 凯无法分辨别人和他一起笑 还是在嘲笑他 如果他判定对方在嘲笑自己 就会突然变得很暴躁 而在被捕后经过鉴定 他被诊断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 或者说是躁狂抑郁症 这是一种心境障碍 病人情绪升高 可以称之为躁狂 相对情绪低落 则称为抑郁 结合凯的行为和症状 属于是双向二行 重躁狂 重抑郁 重躁狂具有三高症状 思维奔异 情感高涨和活动增多 相反的转化为重抑郁后 思维迟缓 心境和情绪极度低落 常常会有严重的厌世情绪 这个阶段病情的危害性较高 加上凯很早就开始在外面去漂泊 性格变得越来越放荡 而且还有吸食大麻的习惯 这种情绪的输出就会格外明显 体现就是行为非常怪异 比如后来被人诟病的 正常人应该不会在描述自己用斧头 劈别人头部的时候 表现得如此兴奋 即便被攻击的是一个坏人 可就在这个被他定义为英雄的事情上 还有一个颠覆性的事实 似乎反转了 凯在一次和别人喝酒聊天的时候 意气他制服狂躁司机杰特的事情 说他为了感谢杰特让自己搭顺风车 就给他递上了一颗大麻 但却没告诉对方 这个除了大麻之外 这里还加了其他的料 两人就在车上抽了起来 杰特越来越兴奋 情绪开始失控 对空气发疯 口出狂言 齐坚凯还怂恿他去撞别的车 说他们的车已经隐形了 会直接穿过去 而不被别人发现 结果杰特就直接撞下了一个施工地点 并撞伤了一名黑人工人 然后还下车攻击路人 如果他说的是事实 那其实在这个事件中 他就是一个导致事发的关键人物 却因为单方面的采访 被塑造成了英雄 就好像一个人纵火之后 却又成为了救火英雄一样 如果没有了英雄的滤镜 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罪犯而已 从流浪汉到全民英雄 人们在英雄的情境下认识了他 在对他不了解的情况下 又不断去塑造推崇传播 结果又从英雄就变成了杀人犯 但人们其实都只是把网络上出现的人或事 当做快餐一样消费 一直都会有下一个热点出现 可只有他还沉浸在英雄的美梦中 不愿醒来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 别忘了点赞日大九仙了 拜拜